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爷娘妻子走相送 尘埃不见 咸阳桥 千衣顿足 蓝道哭 哭声直上 甘云霄 道旁过者 问行人 行人淡云 殿航坪 火从十五 北方河 便至四十 西营天 去时 李正雨过头 归来头白 环树边 边亭流血 沉海水 五黄开边 亦未溢 君不闻 汉家山东二百州 千村万落 生惊奇 宋有贱妇 把除灵 何生龙母 无东西 旷复复 秦兵 秦兵 耐苦战 背屈 不易 全遇 积 张者虽有温 一夫 感身恨 却如今年冬 未修 关西族 献官 己所租 租水 从何处 信之 生难恶 凡是生女好 生女游得 嫁比林 生难埋没 随百草 君不见 青海头 古来白骨 无人收 心鬼繁园 旧鬼哭 天阴雨失 生 旧旧 杜甫经历了一次 惊心动魄的 宋别场面后 写了一出 阴森恐怖的戏剧 兵车隆隆 战马思鸣 征夫们 换上戎装 佩戴弓箭 被押送前往战场 车马扬起的灰尘 连咸阳桥都遮蔽了 征夫的爹娘和妻儿 拉扯哭嚎着 声音响彻天际 都府向一个征夫 询问原因 征夫诉苦道 官府征兵太频繁了 很多人从小就被拉去 北方军营 头发花白 仍被派去河西营田 战场血流成河 皇上开疆阔土的野心 没有穷尽 华山东边的周县 千百个村子野草丛生 田地荒芜 即使有健壮的富人耕种 庄稼还是东倒西外 吃苦耐劳的士兵们 像鸡狗一样被人屈前 男丁都走了 地水来种 足睡又从哪里出呢 百姓们连儿子都不敢生了 因为女儿还能嫁到邻村 儿子就得去打仗 死在荒郊野外 那白骨堆积的青海边 在阴听冷雨中 都能听到新鬼旧鬼 含冤痛哭的声音 以人哭开始 以鬼哭终结 那场景真像人间地狱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